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前面两节我们听到了钟副总 非常有条理可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 等一下他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不是他个人的故事 是大自然的海洋的故事 我们就麻烦钟副总 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看到海是一个很平静的 我们也欣赏这个海浪 海风徐徐吹来这个景色 但是我们一旦风云变色的话 海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给大家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洲际货贵第一期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台风来 那个浪打的整个的海岸 真的是七零八落的 还有一个影片 那个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浪高 就是浪花打到十五米高 那台风过后呢 我们看到我们摆的城乡歪掉了 我们上面所填的土地消失了 那种种让我们对于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真的是要感到敬畏 人怎么能够跟天去争 而且有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说台风没有来 我港边的浪就高成这个样子 就像有时台风在菲律宾发布 但是在高雄港 我的工地里面的浪高 就让我没有办法去工作 那个中医就是一个长浪 一个涌浪过来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讲说 天有不测风云 在高雄港 我们也听过 就是说风狗浪的故事 有钓客在港口里面钓鱼 被风狗浪捡走 在这个防坡里上 我有台风过后 我去巡视那防坡里 你会觉得很惊异 一个25吨的小坡块 竟然从海里面抛到防坡里的上面 这个是什么力量 我们讲水 说实在水 你觉得水可以承受东西吗 水应该你东西一晃 它就沉下去 但是它可以把一个25吨的小坡块 把它抬上来 抬到黄坡里上 它用什么抬的 再来 我们看到那个沉香 我们有两层粉泥土 一层一层的粉泥土 它两层中间那个吸缝 它从那个地方削过去 整片一米兜的粉泥土被打掉 这么小的缝隙 它可以钻过去 然后把你整片的把它掀掉 这些东西来讲 你说你就是用怪手用什么去打 你要打斑点 但是一个海浪来 它马上就不见了 所以像这些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思考就是说 人跟自然之间 在工程中怎么样是一个和谐 去相处 在这个大自然力量这么 恐怖的一个情形下 应该不叫公共 应该是令人敬畏 不是叫做恐怖 但是我令人敬畏的情形下 防波堤该怎么做 海堤该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那时候就想说 防波堤像以前来讲的 我是不是一样要跟浪对抗 我是不是在前面 做一个高高的胸墙 后来我觉得 这个我们有探讨的空间 我胸墙的梦摆在后面来 浪过来的时候 不是直接受力 而是说经过一个平台 来做一个小浪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就是说 无形中有两个效益 让冲击到你后方的土地变少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可以借由这个平台来看海 我不会受到阻挡 所以就在景观 还有整个的一个环境 就产生了一个改变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张图 这一张图是在台南黄金海岸的地方 我们时常讲就是说 台湾来讲就是说 对在海边做工程设计 很少考虑到海洋的力量 他觉得说 我就坐下去 我的钢筋混凝土可以挡这些 但是很不幸的 就我们看到这个步道 这个步道 经过几年的海浪的侵袭 它毁坏了 这个例子不止这样 在高雄也是一样 在岸边 他做了一些脚叉的木栈道 结果一个台湾来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就是说 你不了解海的力量 你不了解浪是怎样情形 像浪 我们也知道 你越挡它 它越大 像这里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你用一个直立币 浪来这里 它变成一个反射坡 然后就把你底下的沙带走了 那就变成说 你这个东西会回来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谈论 那个仰潭空滑 这个是四溪替高雄市政府所做 起经海岸的一个 它以一个人工甲腕的理念 然后配合呢 就是在高雄港 就是跟我讲说 你哪个地方沙不要 就把沙填到这边来 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我记得 他们是得过国际上的一个奖 它设计是得过国际上的奖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 转变我们人们也渐渐的了解说 人不能跟大自然去抗抗 那人我们要以大自然为师 大自然最好的消当什么 是沙滩 那我们唯有利用沙滩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抵抗 那是最符合 就是一个自然 也能够顺盈自然的一个工法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我是感觉就是在 我们无论在做工程 施工设计规划里面来讲 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实际上讲就是什么叫生态工程 这是我自己讲的 所谓生态工程就是心态工程 你的心有把这个人民 有把这个海洋生物生态放在心里 当你在做规划设计的时候 你会多想一些 你怎么样子利用这些的技术 利用这些来去满足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当然我们也知道 没有所谓百分之百 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互相去协调 然后去沟通 然后就说好 我环保都不会 我占多少 我生产占多少 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互相去折衷 然后产生一个最佳的一个 永续经营的一个港湾 您副总讲的非常非常多的 实务的经验 改造的例子 甚至是对未来的这个愿景 我想他真的是带给我们 一个学习的榜样 他从非常基层的工程员 对不对 你是工程的 然后开始做到了 刚刚讲到了 不但有建设 而且有沟通 甚至有对环境的尊重和包容 非常非常好 我是觉得这应该是属于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职场生涯 是一个学习的生涯 我是觉得应该是这么样子 就像您刚刚讲的 在每个人职场中间 他其实都有很多 这种成长学习的经验 我其实也想跟你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不是想法 跟你一样 我们这种都是实践者 第一个其实你讲了说 你对安平的沟通 居民的沟通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能觉得国内海洋生物博馆 都盖得不错 然后也还不错 其实在海洋生物博馆 在民国八十年开始 刚刚做完设计的时候 那个设计图出来的 我们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其实是还没有做设计图之前 就跟旁边的十一个村的村民 做调查 村民调查说 他们希望我们是什么样的邻居 就跟你做得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做完了设计图以后 不是城报中央 我们是先把那个设计图 摆在福安宫的庙口 展览一个月 然后谁有什么意见 拿笔就可以在那边写 这个地方不对 那个地方不对 然后我们重新修正以后 才真的报复 所以那当然就是一个 像我们这个 德不孤必有力 第二个你讲红树林的部分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其实是 私地保护联盟的义工 CNS当然是做理事长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 红树林的富裕 包括高频吸口的 红树林的富裕 其实也不是困难 但也比较不是简单 它最重要的 红树林跟一般我们了解的 这种陆地上的树是不一样的 它的水质还有水道 还有土壤 其实是最 就是那个沉积的土壤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我们认为的日照 那个风向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那你在那个地方 其实做施工以后 你可以有一些 以你们这么优秀的工程人员 在那边稍微做一些规划 就可以了解哪些地方未来会有沉积土 哪些地方就有水流 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种红树林它会长起来的 反而是一些以前有红树林的地方 因为施工了 它变化了 它反而活不起来 那我们只有看到后面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都觉得这个是困难 它应该像我们一样好好的念书 学习 你知道第三个我很想讲的就是那个高雄港的生物 你刚刚讲说很多防波堤旁边就有很多生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很多人一直觉得台湾的龙虾越来越少 被抓得越来越少 我说他们没有见过四面 台湾的龙虾其实没有少 但是也没有多 因为在防波堤旁边抓龙虾 很调龙虾的人还是很多 但是龙虾的确是变成了防波堤的一个最大的居民之一 因为它就是那个龙虾的洞穴的人工棋地 胶原性的人工棋地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如果这边有很多龙虾理论上 台湾人一定会把它抓回去 我们哪里是省油的灯 这个自然界的东西 我们该吃该喝 我们哪里会 可是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其实某个角度来讲 是因为法律 因为我们对港区的地方是有管制的 其实我们有管制的地方 反而变成了海洋棲息地 然后我们如果在设计的时候 就像你考虑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胸墙 考虑到生物的棲地 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定的法律的管制 因为它本来就在船舶上操作上 它就可以同时不是管制人而已 同时就对海洋棲物变成它的一种 一种保护的法律的话 它真是互蒙什么奇力 所以你讲的是非常的棒 然后另外一个你刚刚讲说 你看到那个沉香就跑到岸上来 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烟 我很早很早的时候 在民国64 65年 我做台湾省的人工鱼胶 那就潜水 那个时候我在中央研究院 那时候不是收购老旧渔船吗 然后放了很多石头 然后沉到海底下去 就做人工鱼胶 那我们沉在南湾的 差不多100英尺 差不多30公尺左右的 100多顿的老旧渔船 然后上面放满了石头 一个台风来以后 我们就看怎么不见了呢 结果就到附近的沙滩上 海岸 那个海底下100多英尺 30公尺的船 100多顿的船就登陆了 所以你讲的话 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烟 那最后我要跟你讲一个 你说那个防摩提的胸墙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我其实有做一个案子 就是海生馆旁边的后湾村的案子 那那个案子的防摩提的修正 其实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有一个 营建筑有一个海岸改善的计划 我们把原来有 大概3到4公尺高的防摩提 把它拿下来了 把它变成海岸平台 那居民就很紧张说 那这样子以后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保障呢 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它根本从后到后 就是忧虑过度 因为它外面其实有岸礁 就是那种 你刚刚讲的平台 然后它其实就有消波的力量 那事实上经过那个岸礁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人工前提 或者其他的海洋漆所 人工的海洋漆所 把那个坡消掉了 然后到后来 到我们岸边的时候 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站在台上面 一边喝咖啡 一边看海景 一边看海浪这样过来 那同时外面的生物也非常好 我们两个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它是工程 然后真的是 一生在为我们的台湾建设 我比较偏向于理科 但是是比较偏向于环境的人士 那我今天居然发现 我们两个有这么多的 共同点 生活经验 是非常令人满足的一场对谈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可是我还是希望 像您这么有经验 又这么有智慧的人 在结束之前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 您的最后的建议 我想就是说 无论工程还有环保 还有经济发展 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大家就要互相的 了解 还有体谅 我们没有绝对的经济 也没有绝对的环保 因为我实际上讲说 你要绝对的话 那就是零和 没有可以沟通的余地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怎么样子把台湾建设的功效 让台湾能够永续经营 我觉得这个部分需要就是说 各方面 对于不同的专业的一个理解跟尊重 而不是说别人一定是错的 我一定是对的 就像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人一定是天 到我现在节奏的时候 要顺天应人 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必须大家共同来努力 就像我们知道 在国外一个规划 他所花的时间非常长 就刚才像主持人所讲的 就是你必须要跟不同的人去沟通 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这个沟通不是坏事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也了解 你不可能说服每一个人 总是有一些的利害关系人 他会有持不同的利益 给我们看到一个 纯粹的海洋工程的人 如何走到对社会 对环境 对社区 都有更大的尊重包容 和实际的行动 感谢各位下一周 再继续收听 还有收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